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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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奇熊哥 我是群民熊 今天台北股是今天 今天開來平盤附近 今天來說的話 現在是小漲 台股來說的話 今天是整個 它還是一樣 它還是一個 它壓縮整個空間不大 今天空間50點 那這個盤面上來說的話 這個像我們台股 現在來說的話 整個位置還是在一個 一個高檔的地方在震盪 在一個高檔地方 但是呢 我們現在整個盤式 是整個KD值 以技術分析來說的話 現在我們的 我們的KD值現在 已經開始 往下走 開始已經有往下走 那整個盤面上來說的話 現在 你如果是看技術分析來說的話 以現在高 現在其實現在也算是高檔的地方 因為這一波 本波來說都要從1月4號 漲到4月18號 總共漲了1850點左右 那這一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獲利到 這一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獲利到 但是 現在整個行情已經來到這裡 那你 你手中的股票 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手中的股票要做什麼動作 你是繼續買股票還是要賣股票 你是怎麼操作 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怎麼看的 這一波在4月18號 本波的最高點 11,077點 是我們本波最高點 那跟這一波來說的話 跟去年的 9月底 10月初的時候 它的位置 一樣 那在一個波段的高點來說的話 像整個行情 你現在在通常 通常在高檔的地方 高點的地方 通常都是會推升指數 會把指數給維持住的話 都是要靠全值股 要靠全值股 那如果再推升指數 這段時間有沒有推升 大概從10月18號到現在為止 我們很清楚指數是沒有推升的 指數是有點開始有點往下滑 那往下滑 那技術指標也開始有點 開始往下走 那這段時間來說的話 現在我們的 已經來到接近我們的月線 今天最低點的地方 接近我們的月線 大概只有20點而已 我們的月線 短線的一個多空點是在 10891 10891 那今天有最低點 我們來到 10910 差20點左右 差20點 就已經來到我們本坡 來到我們的 我們的月線 那月線來說的話 短期間來說的話 還是會有 它還是會有一些支撐 還是會有支撐 因為我們大阪來說的話 現在 像現在開始有在量縮 你看近期在高檔地方 近期在高檔地方 大家都看都觀望 那現在也都在保守 那我建議 我的建議是在4月18號 要怎樣 可以看一下我的測標 4月18號告知要減碼 這一波 這一波來說的話 從4月18號開始來說的話 這段時間 很多中小型股來說的話 已經跌幅 已經跌幅很重了 我不知道你手中 你可以檢視一下 看你手中的中小型股 有沒有跌幅 有沒有跌 像我們可以看一下 3483 例子 4月18號 它的位置是本坡最高點 最高 64.1 64.1 4月18號 今天才幾號 今天月底 4月30號 今天最低點在36.2 36.2 和64.1 大概這樣子跌幅 大概有幾塊錢呢 跌了有28塊 跌了28塊 超過四成了 它跌幅已經有超過四成了 你如果在那個高檔的地方 你如果 這地方 你如果進去追 你如果進去追的話 你如果進去追的話 現在是 高檔的地方 在這邊來追的話 你能夠贏嗎 能不能夠贏 你自己現在看就知道了 贏家要事前的規劃 未來行情 你一定要先規劃好未來行情 像 在這個 這個新聞是在4月22號 台積電 這是台積電 外資看有300和305 300 305 幾乎 它如果到300塊的話 那GU 我們已經 台北股市一定會過 11270 就我們去年的高點 一定會過 但問題是我們台積電呢 台積電 沒有沒有過去了 外資 外資他在這邊看 看多啦 那現在呢 外資他看多 現在呢 當然啦 你如果看外資來說的話 在操作股票 你一定 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很高興 當天看的時候很高興 事後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 你手中的股票 可能跟 可能跟這些 台積電只是小跌而已 那很多檔股票都是已經 跌幅非常的重 有 有超過三成四成兩成 比比皆是 所以 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想要成為贏家 股市贏家 你一定要學習 第一點 不進場 老師啊 不進場要怎麼賺錢 當然可以啊 你不進場 你這一波來說的話 像 像這一波的話 你如果沒有聽到好消息 在這邊不進場的話 你就沒有這樣子 像呢 近期 當然有人 有投資朋友來問我 1795美食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在高檔的地方 當然啦 這檔股票 高檔的地方 有 有多少呢 來看一下 137.5 137.5 這一波呢 你如果 你如果看了很多的新聞的話 他都在那邊告訴你 都在告訴你好消息 好消息一堆啊 這邊 到這裡的高點137這裡 好消息一堆 好多的一些分析師都來介紹 跌下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到了昨天的最低點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錢 87.9 下跌了50塊 下跌了50塊 這樣跌幅有多少 你自己算一下 也將近快要有四成 你如果買這些股票的話 那你的財 你的財富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你都一直想到贏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 那蘇 蘇家怎麼想的 你沒有想 你一直想到贏 你看到的只有一直 人家告訴你 你看到只有想要贏 當然啦 不是只有這些啦 還有這些啦 這些訓練你都要讓你的資產來承擔風險嗎 我想不用啦 我想不用啦 來找我 我來幫你 我來帶你操作 那當然啦 之前來說的話 我是有很多的股票啦 你可以 有很多股票 你可以去看一下 像威盛啦 這些 都是低檔買進的 都是低檔介紹給投資朋友 低檔買進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測標 光明齊鴻 光明 光明 今天已經有來到突破這個昨天 他已經有 昨天的這個大黑棒 已經把它給吞噬掉了 可不可以追 要不要追 來找我 來找我 打電話來 我來告訴你 怎麼樣才操作 還有3017 齊鴻 這張股票 昨天 一個十字線 有到月線馬上就拉起來 那今天一根大長紅 一根長紅棒 把前面的 大概有六七根 通通給吃掉 可不可以追 可不可以買 想要知道 到老四代生活圈來 我告訴你 怎麼操作 怎麼買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 那明天是5月1號勞動節 那明天是休假 那我也祝你 家節愉快 謝謝 小歌 我問你 不要說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